大家好,我是呼呼 今天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昨天刚发布的两款新的游戏本 一个是小米的第八代游戏本 一个是联想的Y7000P 首先我们先从基本的配置上来看一看 买游戏本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CPU方面其实就两个选择 一个是i5的8300H 一个是i7的8750H 那么玩游戏的用户可能i5就足够了 有其他需求的用户 比如说视频剪辑等等 那么i7还是很值得升级的 至于内存方面 现在就是8G和16G两种 这个其实关系倒不大 因为游戏本增加内存也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显卡方面比较主流的型号 一个是1050Ti 一个是1060 这两个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硬盘方面 大部分的游戏本都是用的固态加机械的组合 那么首先要保证的是固态硬盘是必须得有的 那么固态硬盘有两种 一种是SATA的 一种是PCIE支持NVME协议的 那么其实固态硬盘在速度上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里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尽量的肯定是要买这个PCIE的 屏幕方面 首先至少要保证是IPS的 然后现在的屏幕其实主要的有三种 第一种是普通的45%色域的屏幕 一种是72%高色域的屏幕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72%高色域 并且还是144Hz的电竞屏 另外这个屏幕是不是窄边框 我觉得挺重要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米的游戏本 在我们的印象中小米一直是性价比的代表 就是小米的东西都是很便宜的 但是这个售价一出来 我感觉怎么说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这个是联想的Y7000P的售价 这个是惠普的暗影精灵四代的售价 我们先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拿黄框框起来这两个 基本上配置都是一样的 它们的区别是小米的固态硬盘 比联想的大128G 但是联想的这个是144Hz的电竞屏 而小米的是普通屏 但是售价上面联想的要便宜100块钱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两个配置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小米这个固态硬盘是256的 联想这个是128的 但是它们的售价差出了800块钱 真的是不会有这么大差距的 其实说实话128G的固态硬盘确实是有点小了 随便装几个游戏可能就没有了 而游戏还真的是必须要装在这个固态硬盘上的 所以小米这个256G用的其实挺好的 那么其实联想也推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配置 就是只有512G的固态硬盘 没有机械硬盘 但是给你预留出来了这个机械硬盘的接口 你也可以后期自己装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因为毕竟机械硬盘的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比较火的惠普的暗影精灵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基本上一样的配置 区别还是小米的大128G的固态硬盘 但是惠普这个是144Hz的电竞屏 小米的是普通屏 这个6999的售价其实不准 我们在网站上查一下 其实只要6499就能拿得到 所以其实惠普的也比小米的便宜 类似价位的游戏本 还有一个戴尔G7是比较火的 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电脑 为什么呢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边框 简直太宽了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三款是什么情况 小米的边框宽度9.9 联想的6.7 惠普的7 而戴尔的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拿数据出来了 这明显就能看出来是什么样的差距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 你这么在意这个边框的宽度干什么 其实这里并不仅仅是边框的问题 因为大家的屏幕都是一样大的 那么边框窄了 其实就意味着这个电脑的体积要小一圈 这个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 另外戴尔G7除了边框太宽之外 还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它的硬盘是SATA的 它速度比较慢 还有一个是它的屏幕只有45%的色域 所以综合来看 我感觉这个不是特别好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尽量的选这三款里面的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 你刚才不是说小米笔记本贵吗 它确实是贵一点 但是并没有很离谱 它的配置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 所以你要说能买 当然还是可以买的 不过购买的理由可能和我们平时了解的小米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平时买小米的理由可能都是便宜 而从游戏本上来看 联想和惠普的都比小米要便宜 另外小米的游戏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没有小键盘 这个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在意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小米笔记本Pro GTX版 其实它的主要区别就是显卡从MX150升级到了1050 Max-Q 它的性能提升大约能在一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看重轻薄性 然后你还想玩一些游戏的话 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售价方面 之前那个版本因为经常搞活动 所以经常能在5000块钱左右拿到 现在这个6,299元起步 至于要不要多花这1000多块钱 就看大家的个人需求了 至于这个i7版本的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遍了 就是低压版的i7 其实跟低压版的i5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这个价格贵的有点多了 所以不是特别的划算 好了 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BONJOU2呼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